行車記錄器拍下前方這位女士 沒戴安全帽竟然還敢闖紅燈 還要綠燈車輛禮讓她 下一個路口還繼續闖 甚至跨越雙黃線逆向超車 就算在大路口一堆車也不怕 就這樣連闖三個紅燈 超狂違規全被後方騎士拍下來 事發地點就在台南 這名女騎士短短四分鐘就違規五次 沒有戴安全帽跨雙黃線逆向 還連闖三次紅燈 總共要罰六千五百元到一萬八千五百元 同樣在台南 這個路口阿伯看看左邊 確定沒車趕快右轉 但她沒打方向燈 不只沒戴安全帽 還跨雙黃線逆向 下端路口又不打方向燈 看看她的手竟然還有一根被點燃的香菸 到路口居然直接闖紅燈右轉 短短一分鐘就收到六張罰單 算一算阿伯 沒戴安全帽 兩次沒打方向燈 逆向加上手持香菸 最後還有紅燈右轉 總共要罰四千七百到一萬一千元 兩個超狂違規都在台南 網友猛酸 有夠狂 感謝充實國庫 不要再上路害人 甚至說根本是在炫富 違規相態已經不同 分別舉發 超狂違規大馬路上車來車往 也敢闖紅燈 不只不顧自身安危 甚至拿別人的安全開玩笑 短短幾分鐘就違規這麼多次 後續過萬的罰單到手可要好好反省 記者賴慣章 宏富仁 郭宜貞 台南報導 公車轎車並排橫在路口 司機下車對著轎車駕駛破口打罵 問講是氣噗噗 打喉大叫 他開門下車怒罵的行為 也讓車上的乘客看傻眼 我覺得像現在這種交通問題 好像有時候也是要互相體諒一下 不要那麼 大家不要火氣那麼大 他有那個嘛 行車記錄器嘛 後面再交給警察處理 客運業者說 事發在台中的清水西寧國小附近 駕駛因為布滿轎車位了找車位 在路上走走停停 按喇叭也不走 最後還擋在站牌前才引爆駕駛怒火 那是因為影響他的駕客 公車駕駛氣到在行進間 把車橫在路口下車罵人 罔顧車上乘客也是相當危險 但警方目前沒有接到檢舉報案 雙方吵完就禁止離開 因為它是 這台車它是沒有一頁的牌 而在苗栗高鐵站 這名老翁則是因為沒有一頁登記 開車載客被重罰 75歲的老翁為了200元的車資 牌照駕照都會被吊銷 還要面對10萬元的罰還得不償失 在中正前楊山在景城台中苗栗採訪報導 車牌你自己改的是不是 可是它這個合法啊 那這樣那要來什麼 機車半路被攔查 因為後面車牌翹太高 你要從後方明顯可以辨別 而且要移動中 你看不到我的車牌 遠景拍照舉發耐心解釋 什麼叫做違規翹牌 騎士自認合法駕牌拿手機錄影 疑似在挑釁 如果你今天你說得很好 你要去驗車驗驗看 我這邊警方認定 你這邊就是從後面的話 沒辦法可以明顯辨識 怎樣算駕牌 警方立刻拍照片說明 僅用機車車牌跟地面垂直約90度 可以清楚辨識 但違規機車翹起超過120度 數字比較模糊 當場開出3600元到10800元罰單 來 跟你解釋完了 來 你要簽嗎 你不簽也沒關係 騎士拒簽罰單 還PO網自稱是教學影片 立刻被網友留言洗臉 說警察EQ真好又有耐心 執法人員被當成服務業 這是優質警察解釋得很清楚 騎士就翹牌還在爐 亂改還理直氣壯 舉發人員在紅單上的註記 拒收或拒簽 紅單能屬合法送達 拒簽罰單照樣會挨罰 但其實如果覺得有疑慮 可以去驗車並申訴 驗過了就有機會撤銷罰單 還自己一個公道 記得葉綸王書紅高雄報導 這裡一台警用機車停在超商前 那裡也有一台 民眾眼見發現台中大理多家超商前 都有警用機車停放門口 最久已經停了三個星期 大家議論紛紛 難道遠景都不用騎車出勤嗎 警車不是應該在警局裡嗎 停在超商前做什麼 民眾人開玩笑說 警車是活動實感當鎮店用的 不過也有人似乎一眼看穿 說這就跟路邊放警察力牌 有一樣道理 警力不足把警車當分身 警方私下表示超商ATM 時常是車手提領贓款的熱點 全台大部分警局 確實都會派警車駐點超商當守衛 不過究竟是欺敵 騙騙而已 還是真會有遠景埋伏 來個瓮中桌邊 民眾熱論也讓背後真實答案 更加耐人尋味 記者楊少王是韓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